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购语言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购语言中各种各样的约定 我今天就给您讲几个 购语言中的约定 尤其是对于那些 没有接触过购语言的朋友 您听听购语言都有哪些个约定呢 好不好 马上开始 首先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讲述一下购语言中的各种各样的约定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实战演习一上来 大家请看 一上来必须要指定一个包名 这个非常类似于Java 没有之一的类似 它这套语言的设计 应该是借鉴了Java里面的内容 对吧 这个是包 我这套课程给您采用的包 都是这个主包 您在实际业务开发过程中 可能根据您的业务需求不同 可能要规划成各种各样的包 比如说 实用程序工具包 比如说数据库存取工具包 比如说日志存取包 等等等等 您要有些规划 不要把所有的文件都放在一个包中 这是我给您的设计建议 好 接下来 引用其他包 像我现在这套文件在man包 对吧 可是我还要用到一些其他的包 比如说现在我赢的是format包 那么我如果想用他的话 就要先把它import进来 这是没说的 但是 注意点来了 在够语言当中 其他语言中没有啊 在够语言当中 如果您import这个包 但是后面没有使用的话 会怎么样 会编译报错 同时 这地方我给您写了 变量同理 如果您在下面定义了一个变量 但是却在整个程序中没有使用它的话 也会变异报错 这个非常非常像 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工具 我说出来 我估计95%以上的朋友都没听过 power builder 大家有听过了吗 当时power builder编程非常流行 对吧 它快呀 马上就出活 马上就出程序 对吧 power builder当时就是这样 您写的代码 如果后面没有引用 它都不能够保存 您必须就把它屏蔽起来 才能保存 我们其实觉得这个设计是不好啊 但是这是它的设计理念 在够语言中 也相应的引入了一部分 power builder的理念 好不好 OK 接下来 这个没说的吧 主入口函数 咱们应用程序 就这么一个入口 咱们从这进来 对吧 OK 接下来大家请看 这有几个字符串的变量 而且字符串可以相加 这个和其他语言中 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我这是一个format类 或者说是一个output类 都可以 然后这地方进行输出 打印一行数字 打印一行文字 同时后面加了回车ln 这没说的 接下来数值 大家请看 数值的相加 跟其他语言 也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打印输出 唯一注意的地方 这个是非常像JavaScript 哪 在输出的时候 输出的数据 可以用逗号间隔 写多少个都可以 没有问题 OK 这种写法 我是非常喜欢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 Python也是这个写法 对不对 OK 小数 这个也没说了 两个小数进行一个除法 然后打印出来 没有问题 布尔值 布尔值 又分三个逻辑的运算符 大家请看 与 两个and 或 两个竖线 非 加上一个惊叹号 这个非常类似于 C元系 Java系 这个非常的像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也没什么技术难度 接下来 接下来 我想说 朋友好久不见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 在学C元的时候 我当时像我们 以前开发的项目 大部分都是C元 我相对来说 用C++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用C元的机会特别多 当时用C元 哪最难 哪最特殊 哪最容易爆错 哪最容易系统崩溃 指针 在够语言中 就有指针的概念 怎么用 咱们厦门就会看到 首先大家看看 这个地方我定义了一个变量 但是我没有指定类型 对吧 这是够语言 特用写法 我今后会给您讲到 这行命令代表着 既定义了一个变量A 同时给它复制 用冒号等于的写法 这是它自己的设计 然后输出 这没说的 接下来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在够语言当中 是有大小写区分的 微必中没有 对吧 够语言是当中写区分 这个请您要注意 所以这套代码 我是把它屏蔽起来 OK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我定义了一个指向 INT类型的指针 刚才我这定义的这个A 它是整数型 它是INT型 对吧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定义了一个它的指针 指针定义的方法是 VAR空格指针变量名 然后加一个星号 代表这是一个指针 同时这代表是一个指向 INT类型的指针 说明白了 接下来给指针负值怎么办 给指针负值的两种方式 第一 给指针指向的内容负值 第二 给指针指向的地址负值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 是给指针PA指向的地址负值 这个用AND的A 代表着变量A的地址 这个和四语言是完全的一样 我看起来很熟悉 所以我要说老朋友好久不见 然后输出 咱们第一行 大家看打印PA 这个是打印出来 PA这个指针指向的地址 第二个 前面加个星号 打印PA 这个是打印PA指向的内容 好不好 真是老朋友感觉 OK 今天的代码内容都给你讲完了 咱们马上运行看结果 如果不报错 说明咱们运行成功 马上开始 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然后nano编一个man.go 可以吧 然后咱们拷贝今天的所有的代码 包名必须指定 go元中有很多怎么说呢 很有个人特色的原设计 你今后会慢慢的看到 好 清平 go run man.go 鼠标 一开 一回车 内容出来了吧 完全的一样 第一行打印勾浪 是咱们这个字符串的输出 对吧 第二行打印 1加1等于2 是咱们这个anti类型的输出 没有问题 第三行 打印出来这个10.0 除2.0等于5 这个是咱们实数类型的输出 小数 接下来打印几个布尔值 没有问题 与或飞 然后打印出来的变量A是5 这是5 对吧 然后重点来了 打印出这个指针 为什么打印出指针 够元为什么快啊 我认为这个指针设计 是它快的原因之一啊 打印出来指针指向的地址 大家请看 指向内存中的这么一个地址 是吧 OK 这个每次是 这个每次是发生变化的 根据您机器的不同 这会发生变化 OK 接下来打印出这个指针 指向的那个内容的值 那个内容值是多少 A是多少 A是5 所以说这个星号指针 出来的内容 必须是5 这要不是5 就错了 因为在这个 我当时做这个项目管理的时候 有好多的这个 チームmember 他们啊 掉指针的时候 总是忘加这个星号 导致它是用这个指针的地址 和其他的数值进行相加 因为当时我们用C元的灵活性 它并不报错 而导致程序崩溃 出现好多的bug 这个问题我们很头疼 而还没法避免 只能靠代码review的话来解决 今天咱们试验一下 试验什么 试验一下 这个指针在构元中 指针加一个数值 报不报错 咱们试一下 我再开个代码 咱们在最下面 干什么 我就直接 打印这个指针 加上一个100 看报不报错 存盘退出 好运行 清平运行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是不能够成功的 为什么 因为构元设计的相当的严谨 以前我们在C元中 这行是可以过的 导致了我们通讯好多的问题 所以说 构元 我觉得是 不管说是C++的升级版 但它绝对是C元的升级版 而且 类以Python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程语言 今后我会长期做视频 分享给大家 好 以上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构元的第二期 对于初学者朋友来说 我给您讲解了一下 构元各种各样的约定 希望能够对您学构元有所帮助 今天的代码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下载运行一下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视频的所有的内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 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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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